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袁翰却打领导闺女的歪主意 换了夏小兰处理 肯定要让心术不正的袁翰翻不了身 转念一想 这可能是个人的想法不同 周文邦想把袁翰打发得远远的 免得对方留在京城碍眼 没准那位单位领导 就想把袁翰摁死在眼皮子下 让袁翰没机会出头 袁翰被逼急了 肯定要想办法翻身 选来选去 找上了周姨这傻货 夏小兰是没有淡 要不她也淡疼 大伯 她那个前妻忽然被离了婚 肯定知道袁翰的真面目 要不您找她了解下情况 总要有人把周姨姐劝转 我看袁翰的前妻 没准能帮上忙 周文邦若有所思 你提醒的对 小兰 你伯母说话有时候不中听 你必和她计较 以后你嫁给周成 我们就是一家人 一家人可以有矛盾 关键时候我们必须站在一起 这是老爷子 对我们兄弟姊妹的教育 我把这一话也告诉你 大伯谢谢你尽心出主意 周文邦是个特别严肃的人 夏小兰和她见了两回 仅从说话来看 这个人大是大非的观念比较正 她说的没错 一家人会牙齿磕到嘴唇 大伯母蒋红是有各种小心思 别别扭扭的总说酸话 有周文邦管着 蒋红到底是没有什么过分的歹毒心思 周一也是 从前给夏小兰添过乱 但那和夏紫玉 要置她于死地的程度完全不同 夏小兰还不至于 别人但凡有一丁点得罪她 就一定要赶尽杀绝 她是有仇必报 却不是戾气冲天的大魔王 对周一这种人能小成大戒 可眼看着对方毁掉一生 那是过了头 伯父 我也希望周一姐能好 你要是有什么需要帮忙的 就吩咐一声 交往两个月时间能有多喜欢 感觉更像是怂了这么多年 迟来的叛逆期来了 父母越是不要她做什么 她越要反着来 周文邦的说法夏小兰很认同 她要摊上周一这种闺女 也恨不得抓回来打断腿 但现在不能打 得用怀柔政策 不能把周一使劲往袁翰那边推 这话夏小兰却不好说了 关惠娥和夏小兰早就商量过 这时候由关惠娥劝说 关惠娥是弟妹 周文邦不会和她吵起来 她说的话还能听进耳 病床上 江洪直停停躺着 不听话的孽障让她丢了大脸 好像连医院的医生和护士 都在看她笑话 但更多的还是担心 周一从来没有自己出过远门啊 周一从来没自己出过远门 她和一群朋友在京城游手好闲 除了京城 华国别的地方都是看不起的 在周一这些人眼中 除了京城三环都是乡下 京城之外的 自然全是外地人 全是乡下人 当初他们就是这样看待夏小兰的 后来自然被外地人 兼乡下人的夏小兰重重打脸 周一醒悟得快一些 不敢轻易招惹夏小兰 也是从夏小兰身上 周一发现外地人也有很优秀的 凭什么周成能找夏小兰 她找元翰就是罪无可赦 周一买了张火车票跳上车 看着京城渐渐在车窗里缩小消失 周一的心情亦是十分复杂 她妈妈一定气疯了 她爸爸说不定会用更过分的手段 对付元翰 她好不容易勇敢一次 可不能半路退缩 元翰有能力却不被重用 她爸直接把人打回元吉 对元翰太不公平 如果她也放弃元翰 元翰就得窝在小地方一辈子 她得保护元翰啊 周一裹紧身上的衣服 临时出逃 她哪里顾得上买什么卧铺 挤上车就行 她只有一张战票 周一还没吃过这种苦 火车上各种人都有 气味难闻 汗臭味 脚丫子的臭味 口臭味 还有小孩在车厢里拉了屎 周一捂着嘴巴 怎么有人这样脏 还有人带了大饼和咸菜 在车上吃 还不到十月 白天的气温不低 在车厢里捂久了 也只有这些食物便质得要慢些 老百姓都是很有生活智慧的 但老百姓的生活智慧 和周一的日常生活离得太远了 她根本没经历过 嫌别人带上车的咸鸭蛋泡酒了 臭的人恶心想吐 她真是一口东西都没吃 全靠喝水撑着 好不容易挨到了下车 害怕她爸爸叫人在火车站抓她 一路躲躲闪闪 按着袁翰从前告诉过她的地址找过去 周一不知道 她忍受着火车上难闻的气味 指天发誓要保护自己恋人的时候 袁家正处在低气压中 袁翰有寡母和两个姐姐 谁也帮不上她忙 读书工作全靠袁翰自己奋斗 这人也的确有几分本事 能牢牢抓住一切机会不放手 终于从小地方调到了京城 可惜还没有大展拳脚 她就走错了路 被之前欣赏她的领导宴起 刚和周一处上对象 周家雷挺手段 直接把周一拘了 把她的工作打回原籍 袁翰自然是不服的 不同意她和周一也罢 凭什么要碰她的工作 这世上哪有那么多道理可讲 她怨周文邦手段激烈 却看不到自己身上的错误 和周一交往的过程中 袁翰本就失了磊落 真正要为周一好 不是离了婚才告诉周一 而是周一一开始表露出好感和追求之意 袁翰就把自己已婚的身份说了 以周一的骄傲 难道会缠着她吗 袁翰也在反思自己的错误 回到袁翰报道后 就是母亲和两个姐姐喋喋不休的抱怨 他们都指着袁翰出人头地呢 袁翰打小就会讨人喜欢 长得周正脑子聪明 一看就是有出息的 你说了自己有把握 我才把那个丧门星赶走 这就是有把握 我的儿啊 你是被京城的千金小姐耍了 她根本就 袁翰人长得高大 她母亲自然也不会体格弱小 袁母念叨到一半 嘴里掐了壳 因为没见过周一 不知道要用什么言语去形容 袁大姐眉头一挑 小弟是被人给骗惨了 这件事不能就这么算了 就算是赖也要赖着周家 让周家给个说法 三十多岁的袁大姐和袁母 是一个模子印出来的 袁家人都长得很像 一家人正在谴责周家 欺人太甚 袁家房门忽然被拍得砰砰响 袁翰 这是袁翰的家吗 我找袁翰 你们开开门 袁翰快步把门打开 一身狼狈的周仪扑进她怀里 面色金黄 眼角还带着泪珠 袁翰 我来找你了 多谢观看